同学聚会和战友聚会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参加了 现在的同学聚会战友聚会会呈现一个特别古怪的现象 从前在一起要好的伙伴 却现在越来越不想聚在一起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下面给大家剖析一下 一 往事的回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被遗忘 中学我们在一起三年 小学虽然有六年 但根本上都是小孩过家家的阶段 没有什么论题能够聊 再忘记一些回忆剩下来的碎片就没多少了 短短的几年彼此能说的东西根本一次聚会就悉数掏空 同学战友之间的交集也渐渐消失殆尽 再回首没有谈资了 越来越没有共同语言了 二 生活水平的差异 聚会的时分我们会发现 总有有钱的同学情愿给我们买单 关于这个我是觉得无所谓的 A也好 有人情愿给我们买单也好 横竖我们能聚在一起就是好事 但是聚会后 我们往往就会听到有人说 谁是谁大款同学摆裤 装 这样的话不免传到当事人耳朵里 下次聚会 买单的人不来了 说他摆裤的同学也不来了 聚会的人又少 三 嘚瑟 这种状况往往是我们最讨厌的一种 跟上面那种有人付钱不同 就会想一些故意炫富的行为 确实令人厌烦 我们一同谈天 就会把自己的一些有钱的东西摆出来说 然后怎样怎样 赚了多少 比我们强很多呀什么的 同学会切勿带着公益的心 想取得什么样的资源 想得到什么样的协助 想表达什么样的身份 懂得人自然会聆听 不要搞得同学间情谊尽失 为难又没缘分 希望我们都怀着单纯的心 带着去看望一个老朋友的心 参加同学聚会就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